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鼠狼的母子情 家住乡下的安先生非常喜欢小动物 心中充满慈悲心 安先生 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我们村头那棵大树上的喜鹊 刚刚孵化出一窝小喜鹊 这几天接连下了好几场雨 我怕大喜鹊找不到食物 便特意带来了一些米来喂他们 安先生 你可真是心善啊 对待动物都这么细心 其实动物跟我们都是极具有母子天性亲情的 然而当安先生快到村头时 却看到了两个小朋友 在树下布置了陷阱 将那只大喜鹊捕捉住了 那群孩子在那里做什么 好了 陷阱布置好了 哎呀 他们这是要捕鸟 得赶快阻止他们 哈哈 好机会 哈哈 抓住了 抓住了 你跑不要的 跟我回家当我的宠物吧 嘿 小朋友 你把那只大喜鹊抓住了 当然了 我早就想把他抓回家当宠物了 被抓的大喜鹊不停地挣扎 哀叫着 而众人身边那棵大树上喜鹊窝里的小喜鹊 听到了母亲的叫声后 也纷纷发出阵阵叫声 小朋友 你听 喜鹊窝里的小喜鹊在找妈妈呢 你还是把他给放回去吧 把他放回去 那怎么行 我好不容易才抓到的 就是就是 我们可是好不容易才把他给抓住的 怎么能放走呢 可是你们想想啊 你们抓走了他 他会多么想念自己的孩子 而树上那些小喜鹊 又是多么想念自己的妈妈 你们要是和妈妈分开了 不是也会非常难过伤心吗 要不我们就把他放掉吧 不行 我就不放 可是那些小喜鹊真的很可怜 他们应该是在呼喊自己的妈妈呀 怎么 你也相信这些鬼话 他们只是小鸟而已 怎么能跟我们一样有感情呢 小朋友 你这话可是说错了 动物其实跟我们一样都是有感情的 他们母子之间的感情甚至能够超越我们人类 你不会是说真的吧 是真的 过去我也不相信 动物之间的感情能像我们人类一样 后来我遇到了那一对黄鼠狼母子 是他们改变了我对动物的看法 那是几年前的事情了 那一阵子我家里经常有老鼠出没 为了对付那些烦人的家伙 我买来了一些捕鼠夹 放在了家门口附近 老公 你看 柜子里的被子被老鼠咬成了什么样子了 真是该死 这些天我们家里经常有老鼠出没 前几天还咬坏了家里的扫把 可不是 老公 得赶紧想想办法除掉它们 嗯 我去买一些捕鼠夹来对付它们 安先生 你这是在干什么啊 这几天家里闹起了鼠坏 我刚买几个捕鼠夹要来抓它们呢 嗯 那些老鼠实在可恶 可要给它们一些颜色看看的 就这样 我在家门口周围布置了好多捕鼠夹 就等着晚上那些老鼠送上门了 我们家周围我都布置上了捕鼠夹 明天一早一定会抓住那些可恶的老鼠的 希望如此 我去看看有没有抓到老鼠 可是让我没想到的是 第二天我去查看那些捕鼠夹时 却发现老鼠没逮到 却逮到了一只黄鼠狼 而在这只黄鼠狼身边 还有一只体型较小的黄鼠狼 并唧唧乱叫 见到我后都不肯离开 啊 这是什么 竟然抓住了只黄鼠狼 我急忙找来一个笼子 将这只大黄鼠狼关了起来 老婆 快拿个笼子来 你看我抓住了个什么 抓住什么了呀 啊 黄鼠狼 它的皮毛很值钱的 你瞧这只黄鼠狼的个头多大 一定能卖个好价钱 是啊 这东西现在很难抓到的 我们运气好 竟然抓住了一只大个头的 咦 这只小黄鼠狼没被夹住啊 他俩可能是一对母子 这个小家伙肯定想救他的母亲吧 这个小家伙也真是有点可怜 我们就放过他吧 嗯 他个头也太小了 不值什么钱 就放掉他好了 他竟然跟着我们 不知道逃走 走开 走开 你太小了 我还不想要你的命 那只小黄鼠狼一直跟着我 我急忙回到家将它关到了门外 我认为它没有办法进来 就会自己离开的 它还跟定我了 我们赶快回家 把门关上 看它还有什么办法 我将装黄鼠狼的笼子 放在了桌子上 然后就去忙事情了 当我再次回来后 发现那只小黄鼠狼 不知什么时候跑了进来 而且就趴在了笼子边上 用依恋的目光 看着笼子里的大黄鼠狼 啊 这 这是怎么回事 老公 怎么了 你看 真是没想到 黄鼠狼的母子情竟然这样深 这只小黄鼠狼对母亲不离不弃 丝毫不顾自己的安危 是啊 它们母子间的情感甚至超过了我们人类啊 老公 要不我们就放掉它吧 嗯 放掉吧 于是我便在野外放掉了这只黄鼠狼 说来也怪 这两只黄鼠狼离开的时候 竟然不约而同地回身朝我做了一个医 它们竟然在感谢我 好了 你走吧 它们这是要干什么 天呐 它们竟然在向我做医 这是在表达对我的感谢啊 从那以后 我家里再也没闹过鼠坏 倒是经常在家周围发现 一只只被咬死的老鼠 那都是被黄鼠狼咬死的 它们母子俩在暴打我呢 通过这件事情 我深深地感到动物和人类一样 它们也是有感情的 所以我开始尽自己的能力 来帮助一些小动物 原来动物竟然有如此丰富的感情 如果我没经历过那件事情 我也不相信呢 我们放掉喜鹊妈妈吧 远离杀生夜道 吴先生的舅舅杨先生 他从年轻时便一直在屠宰场工作 屠宰场的工作非常辛苦 总是天还没亮就得去上班 老婆 我要去上班了 唉 每天都要这么早去上班 这样实在是太辛苦了 老公 我看你还是换别的工作吧 这份工作我做了那么多年了 早就习惯了 再说现在工作不好找 想换工作哪有那么容易啊 说的也是 老公 路上小心啊 嗯 我会的 这一天 杨先生工作时发生了意外 他不小心被屠宰场里 专门用来悬挂牛只的铁钩子 勾到了眼眶 啊 好痛 哎呀 不好了 快来人呐 杨大哥受伤了 杨大哥 你怎么了 我 我被钩子弄到眼睛了 好痛啊 啊 被钩子伤到了眼睛 快 快叫救护车啊 杨先生 被送到医院检查后 幸好 没有伤到眼睛 只是一点皮肉伤 得知消息的吴先生 匆匆赶来探望他 吴先生 学佛多年 他认为 舅舅之所以会受伤 都是因为 从事杀伤的工作 而导致的 于是 他便劝扬先生 希望他能改行 你看你 怎么这么不小心 还好 只是外伤而已 要是伤到了眼睛 那该怎么办啊 我这不是没事了吗 奇怪了 好好地 怎么会突然被钩子勾到呢 真是见鬼了 舅舅啊 你的工作实在是不太好啊 阿红 你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的工作怎么了吗 舅舅舅 你那可是杀生的行业呀 要知道杀生可是极大的罪业 你每天都在杀那些牲畜 杀了这么多年 罪业实在是太重了 我不懂那些 我的工作就是这个 杀猪宰牛只是我的工作罢了 老公 我看你还是不要做这个工作了 改行吧 是啊舅舅 别在屠宰场做了 换别的工作吧 杀生的果报 我们背不起啊 我在那里都做了这么多年了 而且我也四十几岁了 还能换什么工作呢 舅舅 在我看来 只要不是杀生的工作都好 杀生的果报 可是非常严重的 我只不过是做好自己的工作 为什么会遭到果报呢 我不信这个 老公 阿红的话有道理啊 你看你 才四十几岁 可是在屠宰场里算是老人了 其余的人 可全都是年轻小伙子呢 舅舅算是老人了 那以前那些人呢 都改行了吗 唉 和你舅舅一起进场工作的那些人 差不多都死了 啊 舅舅 你看 果报你可不能不信啊 那些人都是因为杀生过多 而遭受了果报啊 哪有 老林年纪比我大 在屠宰场工作的时间也比我长 他还不是好好的 唉 然而过没几天 杨先生的同事里 年纪最大的老林突然去世了 而且在去世的前几天 他的行为有些古怪 怎么样 最近几天常理忙吗 嗯 挺忙的 因为人手不太够 杨大哥您住院了 而林大哥前天去世了 啊 你说什么 老林死了 是啊 前天的事 怎么回事 我上班的时候 老林还好好的呀 怎么会突然走了呢 林大哥好像是突然猝死的 而且听说 他死之前有些古怪 古怪 什么意思啊 听说林大哥每天上下班时 有一条小径是必经之路 最近他总说在路上 看到鬼之类的东西 风吟风雨神经兮兮的 跟别人说 也没人相信他 结果 前天他来上班的时候 突然死在了那条小路上 嗯 听起来有点奇怪 可不是吗 有人说 他这是因为杀生太多 而遭到了果报 现在想想 林大哥的死 还真有点可怕呢 是啊 我家的人现在也都劝我换工作呢 免得以后遭到果报 我可不信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果报的 哦 杨先生的伤好了之后 又回到了屠宰场 继续从事着杀生的工作 杨大哥 你来上班了 是啊 今天刚来 你的伤好了吗 已经好了 一点皮肉伤 没什么大碍的 然而过没多久 杨先生又再一次住院了 这一次是因为得了糖尿病 而吴先生去探望他时 又再一次劝他改行 舅妈 舅舅他得了什么病啊 是糖尿病 他怎么会得到这种病呢 唉 果报降临了呀 上回舅舅受伤 那是上天在提醒他 可是他却不思悔改 继续杀生 所以啊 果报再一次降临到了舅舅身上啊 那 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我去劝劝他 如果他现在能及时收手的话 我想应该还不算太晚 舅舅啊 你感觉怎么样了 还好 没什么不舒服 唉 舅舅啊 我看你现在的身体状况 实在不适合在屠宰场工作呀 你就趁这个机会 别做了吧 啊 嗯 也是可以 啊 嗯 嗯 哈哈 哈哈 然而 当杨先生的身体 刚刚有些好转后 他便又去屠宰场工作了 老公 你这么早起床 做什么 我要去上班啊 啊 你不是说 不去屠宰场工作了吗 我什么时候说过了 我只是说 如果我身体不好的话 就不去了 可是你看 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希望他 别再出什么事才好 然而 半个月后 杨先生 因疼尿病 病情加重 再一次 住进了医院 唉 舅舅 怎么都不听劝告啊 怎么 又去屠宰场上班了呢 嗯 可不是嘛 医生说了 他这次的病情 更严重了 我真怕他 再这样下去 会有个三长两短 唉 舅妈呀 你也别太担心了 你要好好保重身体 才能照顾舅舅啊 唉 这样吧 我这几天 也没什么事 晚上 那我就来陪你 一起照顾舅舅吧 啊 阿宏 真是太麻烦你了 然而 然而 就在当天晚上 杨先生突然做出了非常奇怪的举动 他 莫名其妙地对着病房门口 大声叫骂了起来 阿宏 你们是哪里来的 快给我滚 老公 老公 你是在骂谁啊 他们啊 不知道从哪里跑来那么多人 装神弄鬼的来吓唬我 没有人啊 病房里就只有我们三个人 你们没看到吗 他们全都站在门口啊 阿宏 你舅舅他这是怎么了 我想 应该是舅舅的冤亲寨主来找他了 所以 只有他能看到 而我们是看不到的 啊 阿宏 是不是 人快不行的时候 才会看到这些啊 唉 舅妈 你别胡思乱想了 嗯 明天 我请我师兄来看看 他学佛几十年了 应该 能帮得上吗 嗯 第二天 吴先生便请来了他的师兄 然而 师兄看到杨先生后 却不停地摇头叹气 师兄 怎么样了 我舅舅他 怎么样了 唉 你舅舅他不行了 业障太重 寿命已尽 没有别的办法了 果然 之后的几天 杨先生的糖尿病 出现了各种并发症 最后 医治无效 命丧黄泉 他死后的模样 有些害人 面相发青 而眼睛和嘴巴 都无法闭拢 希望舅舅的事 能让更多的人知道 能够让更多的人 引以为戒 远离杀生 如果告诉大家这件事 能有一些功德的话 我希望 所有的功德 都回向给舅舅 以及舅舅的冤亲债主 希望他们在轮回的苦海里 能够尽早 离苦得乐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以宣扬佛陀正法 培育优秀身材 积极社会公益为职制 二十多年来 借由各项法务 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 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 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 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 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 让大众接触佛法 明白因果业报观念 才能断隔修缮 改善命运 所有的方便法门 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 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 才能离苦得乐 这是慈悲智业的 长期以来的使命 为了护持佛法永续 利益更多众生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邀您继续护持 共同推动慈悲智业的 各项会晤 让佛法甘露 遍洒各地 润则全身 护持邮局华博帚帐号 504444468 504444468 不明财团法人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总管理处 地址宜兰县三星乡 三星路二段 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传真0398987 0398987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南投分会 静安府慈善会 共同举办 观音祈福法会 恭送庙法莲华经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敬劳活动 社区长者关怀 爱心素食餐盒发放 日期10月22日 星期日 时间上午9点开始 恭请战山法师祖法 法会地点 草屯镇静安府 南投县草屯镇 东美街64号 下旬电话 南投分会 0492561321 0492561321 草屯分会 0492315999 0492315999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专法义 共募佛恩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高雄分会 举办八观摘戒 即蒙山诗石法会 日期11月11日 上午9点开始 恭请战山法师 战江法师 赞同法师 共同组法 下午2点 佛学讲座 阿弥陀佛48大院 恭请战江法师主讲 地点 高雄分会 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 中山二路 472号7楼 恰讯电话 07221-2323 07221-2323 07282-0278 07282-0278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专法义 共募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佛教中山书方 法会直播 请搜寻脸书 佛教中山书方 印度有一位 美丽的茉莉皇后 她是波斯尼王的太太 国王常对皇后说 哎呀你今天这么好命 披荆带银刚皇后 都是托我的服 所以你要感恩于我 一天 国王问莫莉夫人说 你在这个世间 最爱什么人 我最爱的是我自己 没想到 茉莉皇后脱口而出 国王听了很不高兴 她说 你生活得这么舒适 东西用得这么好 都是由于我的批音 才不是呢 我听佛陀说 这是我自己造的福报 不是你避应我的 波斯尼王很生气 她要让皇后知道 她的一切都是自己的赐予 所以趁晚上皇后睡觉时 故意叫人把宋皇后 一颗又大又亮的钻石戒子 偷走 把她扔到河里去了 你的好命都是我给的 如果我不给 你就不会拥有自己 隔天早上 国王故意问 咦 我送给你的钻石戒子 怎么不戴呢 我昨晚睡觉时 不知放到哪里了 找不到 你看 如果是你的福报 那你现在不是没有了吗 一切随缘吧 该我的就是我的 不该我的也没办法 波斯尼王心里暗自高兴着 两三天之后 茉莉皇后要招待外宾 于是叫仆人去买几条大鱼 回来喷煮 结果仆人宅杀时 发现鱼肚子里 有一枚钻石戒子 便赶快请皇后来看 这不是我的钻石戒子吗 皇后看了很高兴 于是把她戴在手指上 马上去找波斯尼王 国王你看 我的钻石戒子又回来了 波斯尼王很惊讶 也很不好意思 变老师招出自己丢钻石到盒里的事情 最后她终于相信 不是我避应她的荣华富贵 是她自己的福报 学佛多一点 从这个故事的内容 其实能延伸 教孩子日常的应对礼节 如故事中的国王认为 皇后的富贵因她而来 皇后最后则证实了 自己的好命运 是自己修来的福报 但是两人的应对 疾风度足以作为孩子的模范 当然父母亲在家里处理大小事 也因公正和平 才是孩子最好的身教 所谓命由我地 福自己求 祸福无门 为人自招 善恶之报 如影随形 佛教讲的是因缘 当因缘成熟时 有些人的定业就会出现 如果有人命中注定 会有很多钱 但是在因缘还没有成熟前 他却为非作载 先得到了这笔钱 而犯下了罪业 不但折损了原有的福气 反而把自己害惨了 所以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感谢耀优先 来自行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